现在好不容易结束了一地 但是他突然跟我说又要去别的城市工作 我很不能接受 从开始到现在 大大小小的问题也发生过 不过最近我们都觉得问题有些严重了 而且变得越来越有法沟通 他现在就是不明白我的想法 解释解释不通 我认为他就是变相地跟我说分手 因为之前一地的时候就跟我提过一次分手 我很没有安全感 我现在就想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现在就是想让他真正地理解我的想法 明白我是考虑未来的 支持我对自己事业的规划与选择 如果真的沟通不明白 我也不知道能不能继续在一起 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男嘉宾小刘27岁来自辽宁插画师 女嘉宾小许21岁来自天津学生 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啊 资料上面说两位谈了两年恋爱 但是一地一年半 对 是吗 对 是 是怎么个情况啊 一开始认识的时候在一起 之后我就是把工作辞了嘛 我就想好多年没回家了 我就回家看看 待的时间有点长 都是你 你在哪儿跟他认识的呀 在北京 认识完了之后 你又回哪儿了 我回的是沈阳老家 回沈阳老家了 对 这一回回了一年半 对 回的时间有点长 就是本来想的是陪父母多待会儿 然后过段时间之后 发现本来就没什么事嘛 突然发现打拳挺好的 就学了会儿打拳 不知不觉过了一年半 是这种 然后呢 现在又要干嘛 现在的话 我是过来找他来了嘛 我现在是在这儿 跟他在一起待了三个月了 我准备再出去工作 他不让 去哪儿工作呀 我想去北上广 你现在在哪儿 还在天津读书是吗 对 我在上学 那就让人去工作呗 关键是他想干嘛就干嘛 想一出就试一出 就是想回家就回家 想找我来就找我来 现在又想走 就必须得走 就没有为我妥协过一次 他既然都打算 已经跟我已经 都说到那种 谈婚论嫁的地步了 我觉得他应该 应该 都谈婚论嫁了 对 见过父母了 这么快啊 不快了吧 两年了 一年半还不在一起 不就半年吗 不有手机吗 每个月的时候就是 要不然他来找我 要不然我来找他 待几天反正是 当然时间啊 见面次数 并不一定决定 感情的浓度嘛 你什么时候毕业啊 我明年毕业 明年毕业 就让他打拼一年呗 是啊 我就是不想让他走 我能理解他 为什么不让我走 他总跟我说 一地的时候 总会有问题 然后我觉得是 没有什么问题的 我觉得再多出去一年 反正之前挺过来了 对吧 多出去一年 然后到时候 他毕业来来找我 不也行吗 也不是说 非得说一地 跟你父母又有什么关系啊 主要是 怎么就跟我父母没关系啊 他现在就是说什么呢 他现在就是拿他父母压我 他父母是这个意思 不准自己女儿外嫁 不是不准 就天津的姑娘不愿意外嫁 因为他觉得天津美 天津好 没毛病啊 是挺好 这边是比我家那边暖和 就不止暖和吧 而且就是男生 要是结婚的话 去女方家里 我家比较传统嘛 我觉得 这有点像倒叉门 就不好听 你想多了吧 没说要去你们家吧 是啊 没有啊 他让我把家安这儿吧 但是这个问题我也克服了 但是呢 我那意思就是说 我都已经跟你妥协完了 那我现在就是想 在结婚之前的时候 我出去学一学 还不行吗 您等于说再漂一年 是吧 对 等他大学毕业了 您再回天津来 对 那这样的话 他父母的话 就不存在问题啊 对 这个小伙子说得有 找接口嘛 就拿你父母压 他就是太会说了 你就告诉我 你担心什么吧 就我怕 之前异地的时候 也闹过很多矛盾 回来之后再异地了 就是我觉得他就想 只想跟我分手 你知道吧 你们异地分过一次手 对 谁提出来的 他 为啥分 那个事 真的不是特别怨我 怎么就不怨你了 是这样吗 我主要跟您报个料啊 一般的话 小女生要点什么挫折呀 困难了 他会过去跟你撒个娇了 或者好好跟你说一下 倾诉呀 是可以的 但是他不是 他就一打电话 就乍天乍地 乍宇宙 就愿你 愿天气 愿地球 不然 我没有 我之前我没有他说的 那么严重啊 就什么都愿着了 就不愿他自己 那又怎样了 一次两次行啊 你三次四次 一直都是这个样子 那每个人都有负面情绪啊 因为我每天的时候在家 虽说那一天 我的确挺闲的 但是多多少少 还是有点压力嘛 对未来迷茫嘛 然后加上自己 心情也有烦的时候 那天我就突然 有一个想法 我觉得如果说 身边爱你的人 在乎你的人 一直去好心 去劝你 引导你 如果说你一直不接受的话 我说明你是在把 爱你的人当成驴二费了 就这些好心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 明明人家是爱你的 对你关心的 人好心去哄你 也怎么样的 去引导你也怎么样 你自己呢 每次都是你负面能量 去回馈给人家 我觉得这种东西 特别不好 我就受不了这么做事 所以想分手 这个意思这么分呢 我当然晚留他那些话啊 我都觉得自己特别卑微 但是还是没有用 也就是说你们分过是吗 对 分过 多久啊 18个小时 18个小时 哎呀我的妈呀 这不就吵了个架吗 但是当时我已经真的 他就觉得特别严重 他就真是太矫硬了 行行行 我我你看 我那个时候 还是主动去劝着他 我说哎呀他行了吧 就实在不行 就和好吧 实在不行才和好吧 对他就是说话 特别特别让人难以接受 就多么过分的话 难以接受你也想嫁给人家 不是还接受了吧 所以咱们没说话 说得那么极端好不好 现在就和好了吗 对啊 和好有什么毛病 和好了之后 他朋友就一直在说 说我俩知道得分手啊 之类的 但我也聊 就是知道你朋友 也不会无缘辜这么说 不是情侣之间 那有点问题了 那有点问题了 肯定跟好哥们说一说 你说抱怨抱怨 我不跟你抱怨 跟别人抱怨抱怨行吗 那你这么抱怨 那你为什么还要 还有和好啊之类的 你又干脆别和了 就没有这么多事了吗 现在 你们俩没什么事啊 有 你有点矫情的是吧 都是他矫情 我不矫情 对 今天谁要来的 我俩都要来嘛 来解决什么问题 我觉得他太大男子主义了 就什么事都得听他的 就什么事都不经过我的考虑 就我俩之间不对等 我觉得 我感觉你想东西 他太幼稚了 这样啊 你们俩这还没结婚呢 就谈个恋爱 也不会有太大的事情 你们到底什么事情 让女生觉得大男子主义 让男生觉得幼稚 各举一件 好吧 比如说异地的事 一发生点什么矛盾了 我觉得是两个人 感情之间的问题 就跟那个说朋友啊什么的 没有什么关系 他又总是拉到别人身上 说是你朋友的问题 只要异地 你有什么样有朋友 你肯定跟我好不了 而且在一块的时候 他事儿也多 总是看我这儿不对 那儿不对 然后总是就说我 我看也哪儿不对 他给我帮倒忙 重点是 是他觉得啊 我那天香喷喷地去见他 但是到他家 我刚进门 然后他就从头打量到脚 我就感觉跟我踩了狗屎一样 就那种特别特别 无比之嫌弃的眼神看着我 就说你怎么这么臭啊 但是我觉得好尴尬啊 的确很难闻 很臭 你们俩谁的鼻子出问题了 他还有问题呗 你有问题啊 我之前也没闻过那样事了呀 他就一直在说我 就那件事愣说了我半个小时 然后昨天我俩去溜商场 然后我想让他帮我挑个 他喜欢闻的味道 但他就特别急地跟我说 他说挑什么挑啊 拿大男的挑这个的呀 你自己买一个就完了 我说我怕我买完 你又不喜欢之类的 他说你怎么那么多事啊 就开始了 重点是你让我一个男的去挑女士洗发水 我怎么我还用一下 他没人总是要仪式感 我就很纳闷 那仪式感不是每个女生都要的吗 你说这个我想起来了 就我俩和好之后 那个后一个月就是我生日 他也知道我生日 正那天我就等着他 应该会给我什么惊喜吧 到那天晚上八九点了 然后我看好像 好像他可能是忘了吧 然后我就跟他打电话 然后他就说啊怎么了 我刚睡醒啊 你就连我生日你都不记得 你还一直在说 我什么我重要啊之类的 我就觉得很 生日现在我记得 而且以前我自己生日 我自己都不知道 男人有的时候 都有大挑的地方嘛 那我就恰巧就是这一块 完了吧 他在意的你都大挑是吧 不是那我心里其实一直有他 你知道吗 你看他平时啊 怕冷怕热了 怕黑啊啥的 就爱吃什么呀 我都知道 你还还又说吃的 我不爱吃鱼 不爱吃肉 他来这三个月 天天给我做鱼 天天给我做肉 我就特别讨厌吃 他就就给我做这个 我就不知道 他您跟我对着干还是怎么的 大家都给我评评理 我就特委屈这块 你爱吃什么 土豆吧 酱土豆 土豆片 炒土豆丝 焖土豆 蒸土豆 我就是爱吃这些啊 就天天吃 就吃得跟个土豆似的 你天天吃那个能营养吗 他就不止吃肉啊 他练什么蘑菇啊 什么一般的这些什么 蕨菜之类的他都不吃 他没见过的都不吃 没尝尝的也不吃 唯一一道菜有肉的 他吃的是公报鸡丁 吃了二十几年了吧 没换过 我出去天天吃公报鸡丁 约会的时候 天天公报鸡丁 没有他说的那么夸张 就他总是把我一个小点 就无限地扩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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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你这就是不对的吗 你知道吗 我怎么就不对的 在你眼里 我觉得我哪都不对 你知道吗 就什么都不对 咱们不要跑题了 我就问问啊 这姑娘说我香喷喷的 你说她臭我红的 是吧 的确 这姑娘说 我吃的还挺有 我自己的这个个性的 你现在吃的不全面 不营养 对啊 这姑娘说 我就想稳定在天津 跟你谈谈恋爱 你非要说 我要去学习 开过眼界 而且我 而且我觉得她 我说的对不对啊 对 我说的对不对啊 你们俩就因为一点小事 就可以吵到分手 那你们俩在一起图什么呢 那我不得培养她吗 你培养她什么呀 你看我来就是想解释清楚 就是她总是闹这些东西 其实我想让她知道 我是为她好的 今天来要解决什么呀 是想在一起吗 对 想在一起 是 想在一起 女生现在的愿望就是 希望男生能够稳定在天津 跟他好好地谈一年恋爱 或者再多了解一些 是这意思吧 对 你现在就说 我还想再玩个一年 是不是这意思 我怎么变成玩了呢 我不是想玩 我是为了分头试一下 你想再学一年 对 我是想出去吧 原因是什么呢 我看了一下这个 我现在学这个专业 你是什么 唱法师 天津 天津有很大的基地啊 对 滨海新区那边多大 对对对 那个 对 对 文化工业园那一块 对啊 多大 然后但是这边的工作 都是属于是偏流水线多一点的 但是我这个人就是不太适合量产的工作 对 您这27岁就这么干活 也没人愿意给你特个性的工作 但是出去的话就是我在那边考察完了之后 那边做的东西都属于 哪边啊 北京和那个深圳那边这两个城市 然后基本上工作上都是属于那种在工作中可以学习的 所以说我希望在工作的过程中可以学的更多 自己专业能力上又能力更强一些的话 到时候我回来的时候打算自己做点什么 是这个意思 等于再学一年回来创业 也不是说一年嘛 我打算是五年嘛 又五年了 因为她是什么呢 她现在还有一年毕业了 毕业了之后就可以跟我一起去嘛 行 男生这小法就从一个人的成长来说 没有什么呀 这是你的规划对吧 对 而且在你的规划里面一定要强加的话是有女朋友的 对吧 对 听明白了 这为什么不可以呢 因为之前异地的时候已经有过一次分手了 所以我特别没有安全 对 你们现在的分手 我听来听去 无外乎于是生活习惯 对吧 表述方式 没有其他的了 但是我觉得她现在又要走的话 她就是想跟我分手 所以你把她走的行为看成是一次分手的宣言 也就是说她这次走了 你能特别明确地表态说 如果你离开我 我就跟你分手吗 能 那你表个态吧 如果你要是这次走的话 咱俩肯定就没有戏了 不行 我还是没给她讲明白 不是那回事 不是 她就特别油嘴滑舌 她特别会说 然后每次吧 我就特别嘴笨 我也不知道说 这个跟谁能说 谁不能说 没有任何关系 每次都给我洗脑 就好比 就我俩生活 生活上的事情 就是好比是这件事 我做对了 她错了 然后她就会把成这件事 白的说成黑的 说成我错的 然后最后我还白了 你愿意接受吗 你愿意接受就不要抱怨 就是 她这都是在无理取闹吗 我觉得 那我 我没想分手啊 重点是 她很简单 她的重点是 她希望这一年跟你在一起 好好地谈谈恋爱 那 重点是跟你在一起 重点是在一起 谈恋爱的时候 不也有问题吗 而且你看啊 我要是出去之后 离开了就没有问题了是吗 不是 离开 所以距离是掩盖 你们爱情问题的 一个很好的方式是吗 也不是 其实我是考虑是这样的 我打算 不出意外的情况下 后年就结婚 你知道她后年要结婚吗 我知道 就什么全她打算 就全都 所以说我现在不能浪费 一年的时间 在这儿排着她 那后年在哪儿结婚啊 在天津 您这计划还常变啊 一会儿是个五年计划 一会儿变一两年计划了 是这样 在这儿结婚不代表是 一直在这儿 就是说是 前妻可以再同步 行 这姑娘她们家同意嘛 这姑娘自己愿意嘛 她愿意跟你一起 奔走天涯嘛 如果她爱你 我相信她一定愿意 对不对 对 那你为什么不能 给一些时间给她 让她更爱上你 然后愿意跟你一起走呢 不能耽误这一年时间啊 所以这一年时间 其实对你来说 特别特别地重要 对不对 就很重要 那聚忙吧 还叫什么劲呢 还说人家矫情 这本来就是 她矫情的事啊 你看男人的话 为了想自己结婚的时候 稍微有点物质基础 能够正常地生活 是一件很基本的事情 但是她 您去年一年干什么去了呀 小伙子 你给我矫情什么呢 去年一年 我要跟爹 我真是一早就给踹出去 明年对我来说很重要 过去的去年 我该学拳 学拳 该干嘛 干嘛 我玩过了 现在跟我讲未来了 那你过去的时光呢 过去时光也在学习 学习什么呀 打拳 那也算是学习嘛 是学习 我学弹球 你现在不是 你的学习的目的 你不是要娶闺女吗 是吗 是啊 是要娶她吗 按你的说法 你要像一个男人一样 有物质基础 对吗 对 那你的基础呢 我这不今年开始努力 扯什么呀 你过去呢 那过去已经过去了嘛 那当然她父母 所以你要想她的父母 一定会有这方面的担忧的嘛 那对于姑娘来说 如果你爱我 你为什么不愿意陪着我啊 姑娘是不是这想法 然后你就觉得你是矫情 那姑娘就觉得 你是要分手 这不你们俩的焦点 不就在这儿吗 来 我们一起听听 老师们怎么说 一起进入丘比特文卷 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男的叫什么呢 叫游牧青年 这个世界是一片太大的草原 我喜欢到处游牧 没有哪一条路是我的道路 游牧青年它有一个特点 叫不能做刻板重复的事情 这个姑娘 她是另一种人 叫恋爱脑 满心思都是在谈恋爱 谈恋爱恰恰是对同一个人 做刻板重复的事情 所以你要的就是一个男人 不断对你重复重复 恋爱浪漫 但他最讨厌就是对一个人重复 所以你们本质的核心的区别 或者分歧在这个地方 然后呢 因为你们俩是各自不同的人 所以你呢 在拼命的游戏人生 可惜你并不懂什么是人生 你呢在拼命的想要谈恋爱 可是你也不懂怎么谈恋爱 所以你们在相处的过程中 又出现了很多的问题 所以你觉得他真的有可能 长年累月的对一个人谈一场 你想要那种重复的恋爱吗 微根结底 我还是认为你们两个人分歧太大 真的要想清楚 三思而后细 谢谢露几老师 来 珊娜老师 容易分手的情侣的三个特点 没有互动 没有陪伴 缺少沟通 导致不理解对方 第三点 三观相差太大 你觉得你们俩 占其中几点 我觉得不用说了吧 我想说你们两个人最实际的问题是什么 最实际的问题就是 从来都不会去顾及对方的感受 始终强调自己的感受 看不见对方的好 我看见的满眼都是对对方的不满 就拿做饭那件事 你说你不爱吃肉不爱吃鱼 他做的全是你不爱吃的 可是你就没有看见 他三个月一直在给你做饭呢 你始终强调的是 你要的那一部分的好 而他实际额外给你的好 我完全蒙着眼睛不看 那同样的话说给你听 你始终在付出着你自认为的好 可是你对他的这个好是他要的吗 所以看不到对方的感受 完全不顾对方 只是自私的爱 自认为感动自我的一种爱情 然后你们总是以这种自认为的好 来对对方 导致于最后两个人就是错位的嘛 越来越不理解对方要什么 男生很明显的一个目的 出去一年打着结婚的旗号 你这不就是先拴住人家 然后出去一年我碰到好了 我再换吧 那一年谁知道你会怎么样 结婚最重要的是什么 不是物质基础 是感情扎实 感情都不扎实 你挣了一堆钱你娶谁啊 所以你跟我谈未来几年结婚 跟我有什么关系吗 两个人都太自私 然后太自以为是 太把自己的感受当回事 那在一起的话 那不就是分手吗 我送你们四个字 好字为之 谢谢 谢谢夏达老师 来 李总 当时你去外边打拼 有没有人给你一个确定的收入 有 所以说 是什么样的公司 什么样的选择 就是一个超市公司 然后专门去做这些平面了 或者是帮一些电影啊 去做一些 在哪里 在哪里 就在北京朝阳 那不是很近吗 但是就是 我是闲的时候特闲 工作的时候特工作黄 他就是有点担心 我出去了之后 就根本就没有心 就跟他谈恋爱了 是这个意思 不 其实是 他大学专业 学的是传媒 然后自己也不干 自己的本专业 毕业了之后 干了一年的金融 又干了一年多的摄影 然后现在又开花 不是 那你这么爱他 爱他的是什么呢 你看你刚才讲的都是不屑 一会儿这个 一会儿那个 所以我怕他那样 你是爱他哄你 对吗 我感觉他很有才 北京这么近 离天津这么近 你是怕他 跟别的女孩跑了 还是怎么样 我觉得在一起 还没磨合好了 又要走 所以你觉得他不稳定吗 我觉得一个男人啊 如果你跟一个女孩 真的是像你说的 后年就要结婚的话 你绝对不会因为一个 似是而非的工作 对吧 和自己还没有稳定下来的 一个爱好 你就决定跟他分开的 你的这个分开啊 在我看来 我觉得是一种逃离 就是其实你从内心里边 并不想跟他经常地 频繁地在一起 其实是这样的 因为之前的时候吧 我这人是挺飘 但是我做事情都很认真 要不不做 做的话会做得特别投入 只不过是那时候想法是 我还年轻 我没考虑到结婚的事 所以说我不想去稳定一个东西 我只想凭我自己的爱好 去看一看 多看一看 多学一学 你看他说不想稳定一个事情 我觉得他说的不是 不想稳定他的工作 其实是不想稳定他的感情 在你身上 你能看懂吗 你值得找一个 真的懂得你 呵护你 不是只看你长相 而是跟你性格般配 两个人 男情女约 对吗 他喜欢你的风格 你也喜欢他的风格的人 在一起 至于他就放飞他吧 好 谢谢立总 来 胡老师 你喜欢他有才 到目前为止 我只看见了他的才 就是油嘴滑石 就是他学东西都很快 小聪明嘛 而你最大的缺点 就是没见过世面 抖音商不最流行那句话吗 我就喜欢看你 那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他对你的爱之停留在感官上 他也坦诚地说了 而骨子里 他就是个喜心厌旧的人 或者他处在一个 喜心厌旧的时期 表面上看啊 你好像特别专一 非他不嫁 其实你也不是那么专一 你只是缺乏安全感 其实在恋爱当中 最辛苦的事情 并不是异地恋 而是花尽心思 去了解他 但好像 现在的年轻人恋爱 并没有把花心思 去了解他 当成一种乐趣 反而成为了一种负担 他们不愿意付出成本 去好好地去观察对方 了解对方 去想对方要什么 而只是以自己 所想象的恋爱方式 对待方式 审美方式 去恋爱 所以谈了半天 都是自己跟自己 在谈恋爱 没有付出 没有观察 没有深情 最后依然只停留在 那张皮囊上 你说你喜欢他的才华 其实你也喜欢他的相貌嘛 所以既然 没有几分深情 今天即便分开 也不会有多失落 对 好 谢谢陀老师 声音高度统一 非常一致 27岁嘛 你人生路还很长嘛 你有追求你自己 幸福的权利 姑娘也是一样的 人生不要想要的太多了 陆琪老师说恋爱脑 姑娘你也要调整一下 你人生的一些东西 这是你们俩自己的事情 冷静下来 好好地想一想 时间留给你们 一起进入真情流 咱俩在一起 咱俩在一起也两年多了 其实听老师说这么多话 我感觉我更多的还是不舍 毕竟咱俩 我可能刚才也没有表达清楚 我对你还是很喜欢很喜欢的 我们的冰箱 我不是说非得要直接出去 或者是平时反对你 我今天还特意带着个东西 这是你给我写的行书 这里面还有 我们第一场看的电影票 包括你找我的车票 我都一直留着 其实我没有你想着那么不细心 只是我有的时候不愿意表达 谢谢两位 请回请回 来 请关门 我刚才听完这句话 我又吓了一跳 我是一个非常细心的男人 我这些所有的东西都保存了 那么倒问一个问题就是 如此细心一个男人 为什么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不停地在否定我 甚至我香喷喷的时候 他说我臭哄哄 我想做这件事情 他一定要让我去做那件事情 你反而觉得很可怕 这件事 我希望是他们这个表达的问题 好了 接下来看看 他们的选择是怎么样的吧 请开门 不是 后来这问题怎么解决的 就不去了是吗 还是你跟他 你让他去了 咋解决的 让我玩点去 行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来 见证属于这一队的辣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我没有那么不爱你 没有那么想玩 大不了 咱俩一起出一队 我答应好你的都答应你 都知道 我肯定有自身的问题 以后会去变场所 我相信我们还是有存爱在的 至少我觉得不管发生什么的话 如果说非得让我去选的话 我觉得 出去的话和你 我还是会选你 请亮灯吧 来 这个送给你们 谢谢两位 请飞 谢谢 谢谢 谢谢